大家好,我是惠惠,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蒸不用烤的面包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在盆里打入三颗鸡蛋 倒入三颗的酵母 十颗的白糖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盆里放入三百颗的面粉 搅拌成棉絮状 倒入五颗的食用油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饧发两倍大 饧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揉搓一下排气 我们要多揉一会儿,使里面的小气孔变得更加的细腻 直接再搓成长条 下大小均匀的剂子 把每个小剂子揉圆 这样就可以了 取第一个做好的 整理一个小窝 放入一颗豆沙馅 虎口包合 放在案板上 搓圆 这样就可以了 都做好之后,上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上一层保鲜膜,饧发三倍大 盖上一层保鲜膜,饧发三倍大 全程开小火慢炸 炸至一面定型,翻个面 千万不要用大火 大火外面熟了,里面还不会熟 最后炸至两面金黄出锅 碗里准备一点砂糖 小面包蘸一些砂糖 这样就行了 我们的豆沙小面包就做好了 掰开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特别的喧软 表面有点酥脆 看一下这个喧软度 这样子做的小面包 其实一点都不会吸油 就炸了表面薄薄的一层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